针对西蒙政府指责前朝政府拖欠154亿令吉消费税退款一事 公账会今天发文告指出 将会在下个月传召前任财政部长Drush Nagy 和现任财政部长林冠英问话 公账会主席Ronald Candy今天发文告指出 公账会则定在10月17号传召Nagy 以及在10月22号传召林冠英 针对消费税退税款项进行问话 以了解详情 文告指出 除了Nagy和林冠英 公账会也将会传召财政部前秘书长丹薛U1 尽管U1已经在本月13号共证 但是公账会决定在10月16号再度传召对方 上个月7号财政部长林冠英 在国会指控前朝政府执政时 大笔消费税退款不翼而非 导致一些商家在两年后依然无法取回退税 并宣称拖欠款项高达194亿令吉 但是Nagy博斥这项指控 质疑问题或许出在西蒙政府身上 是他们把钱花掉了 另外Ronald的文告也指出 昨天公账会已经针对194亿令吉 消费税退款一案 传召了两名前第二财长 Darshi Ahmad Husni和Darshi Johari问话 有关问话程序是本月12号和13号听证会的后续 前第二财长Johari向公账会解释 指该笔款项根本不可能凭空消失 他也说消费税退款有几种类型 当中某些索赔因为还在调查阶段 所以不能退款 Aman Husni是在2008年3月至2016年6月期间 任职第二财长 Johari则从接手之后一直任职到今年国会解散 Ronald指出 两名前第二财长共挣了大约一个小时 内容包括政策 以及在消费税上所扮演的职责 公账会也感谢他们的合作 协助公账会寻找真相 中某些人